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我今天介绍的一套短炒的房子 这套房子是一九八几年的 但是这个房子的价格真的是太好了 就二十五万五千美金 我们是拿来短炒的 当然了如果有客户想买这种短炒的房子 也可以联系我买这种房子 我们这种房子就是不一定什么时候出什么样的房子 只是今天这套是这样三千二百多尺 周围的邻居都能比它小差不多五六百尺的 都能卖在三十三万至三十五万左右 所以这个房子的盈利空间特别好 并且你看一个就是里面状况不好 便宜卖的房子 外面的花丛都种得这么整齐 然后有这些树 邻居也是非常好的那种老美国的感觉 现在我们就进去看看这个房子是什么感觉 好大双开门 一进来空调室换的新的 大风道都是新的 一进门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高条的一个那个楼梯 然后呢它分左手边和右手边 我们先来左手边 左手边这边是一个高条的一个餐厅 这样子的 它其实这个窗户如果打开的话很亮堂 然后地毯已经很烂了 这个房间就不说了 因为那个这种嘛 短炒的房子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问题 这边是一个厨房 我们再去另外一面看 另外一面呢就是书房 这个书房完全不用动 门 我把这个门锁换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看地板 这个地板绝了好 这个房 这个地板是四块多钱 一个score fit的一个地板 我们看一下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这种地板 这个地板四块多钱一个score fit 很大很宽的那种实木地板 然后我们再近一距离的看看 这个橱棍我把这个橱棍的这个门换一下 剩下的地方重新刷一下比较好看的漆就可以了 然后就完全都不需要动的这个房间 我们再去另外一个房间看 我们现在就要进去了 这房子一共是三千多尺嘛 然后往这边走呢 这边是一个储藏室 然后再往这边呢 是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马桶也很好打扫出来 然后这个橱棍打扫出来 这个房间基本都不太需要动 如果真的想做的话也行 但是不是很需要做 然后往里走就是到了客厅 这个客厅的地板也是非常贵的那种实木地板 往前走到了客厅 这个客厅的地板也是非常贵的这种实木地板 全部都是这样的实木地板 然后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呢这面墙可以打掉 完全不是沉重的墙 打掉之后就把厨房和餐厅和这边通起来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吧台的 这个可以改一下 往这边一走就是早餐厅 然后厨房 厨房要么换个台面 然后橱棍保留 要么完全砸掉重新做 当然重新做 这个房子的卖价也会更高一些 厨房往里走 这边呢是洗衣房 洗衣房再从这个门出去 就是院子了 好我们现在再来这边看看 大件这个房子没有任何问题 一进来这边是主卧 这个主卧是完全不需要动的 木地板 实木地板 如果觉得这样的颜色不好看 重新打光抛光 然后sliding door非常好 这个光这个门做起来就要八千块钱 非常新 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出 看出去就是泳池 然后背景墙黑色的 没有问题 重新刷刷或者touch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主要的钱可能会花在洗手间 这个主卧的洗手间现在看起来就不太好 完全都要砸掉了 比如浴缸要砸掉 然后这边是一个衣帽间 它有两个衣帽间嘛 就保留 然后这边是个淋浴间 淋浴间太小 砸掉重新做 做成玻璃的 然后其他的一些地方 看 橱棍什么的 这些都不用说了 全都砸掉 然后马桶间 砸掉重做 这个洗手间是几乎完全重做的 这边是另外一个衣帽间 所以这个洗手间基本上完全重做 但是花费不会很大的 因为这个房子 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在可用的范围内的 不是像我们平常看的那些短炒 就是烂到不行了 这个地毯呢还是很新 就是有点脏 但是它这个地毯不好的地方是 它分了好几节 比如说哈 我们一上来看到的是这个地毯 然后再往这边走 在视频里不一定能看清楚 就是这样 你看 这是两节地毯 平头也一起的 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得做一下 一上来之后呢 这边是一个卧室 一个game room 这样子 很大吧 然后地毯也很好 这儿要重做 把这柜子全摔掉 这样子 非常好的一个空间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套间 它是有洗手间的 这个洗手间 基本上把淋浴间做一下就行了 然后呢 这边是 就是一个卧室 这个地毯很干净 大家看看 地毯很干净 很好 我之所以老提出这个地毯好 那是因为 这种短炒的房子 这种状态非常好了 很多短炒的房子 我们拿到房子的时候都惨不忍睹 像这样的 几乎就是 打扫卫生就能住了 然后这是一个房间 地毯也很干净 就是有拼接处 然后呢 往这边走 这是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 我反正 做也行 不做就把这个镜子换一下 然后其他的 像台面什么的 你看没有问题 很多房子都是这样的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那边有个淋浴间 马桶间 这太小了 我会把这个top砸掉 然后做一个淋浴间就行了 然后这边是另外一个卧室 整体的房子就这种感觉 你看买这个房子 他给我送 戴森这个抽吸尘器 就啥都不搬走 就这样 这就是这个院子 我们一出来呢 这个院子 这儿其实是有一个 这种铁的这个padio 把这个布一换就可以了 然后想象一下 这个院子曾经漂亮过 然后这边是一个车库 看看啊 这个车库很大 这么大 我们都会把它 都可以把它收拾好 这样的一个车库 然后它那些柜子什么的 只是脏 一打扫就行了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房子的空调 刚换的 还有sprinkler 看 还有自动喷零系统 看 花花草草 都还是很整齐的 这院子基本上 我就是把泳池底下 打扫干净就可以了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短炒房 为数不多的 非常好的房子 你看 它这儿有自动喷零系统 然后呢 它这边呢 有这样一个空间 全都铺了 这种 这种 那个砖头 整个院子 就是这样子的 我再带大家看一下 它的空调 这个空调 你看 空调 这边是 这个 泳池的设备 我们检查过了 没有任何文器 然后空调 两台新的 厉害吧 然后就连空调的那个Duck 就是说空调的风道 都是新的 所以我们 这个房子 绝对的是赚到了 然后它这个sliding door 就是我们从主卧里边 看到的那个 推拉门 这个推拉门就八千多块钱 所以这个房子的 硬件升级真的太好了 不怎么用重新装修 几乎就是重新打扫 然后把一些地方 修修补补 就完全没有问题 这就是我们今天 看的这个房子 如果你对sliding的这种 短炒的房子感兴趣 欢迎在我微信 关注我 微博联系我 我是GG 今天我们看到的 这套房子呢 是在这个地方 我用笔画出来的 这个区域 红色 就是 这个画了一笔 现在可以给大家看到的 这整个地图的感觉呢 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 周边的价格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房子是 25万五千美金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周边 红色的代表已经卖出的房子 都是近六个月以内卖出的 那现在我用 黄色的画出的这部分 其实没有 红色的画出这部分 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因为这一片都是新房子 新房子价格本来就高 所以说 参考意义并不是非常大 那我们重点来看 就是看这一边这些 二手房的一些参考价值 好 现在我们就重点看一下 它周边的一些价格 再看一下 这个房子的位置是在这里的 我们可以重点看一下 其他的一些房子的感觉 接近的是这套 32万9的这套 因为这套房子已经卖了 但是它里面的状况各方面 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套 就非常像 也是八几年的 然后里面的状况 反正一般了 就是这样子的 状况跟我们今天看到的 比较接近 相当于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个Flip Home 打扫干净卫生的一个感觉 这个已经喷顶了 而且它的这个面积上来看的话 是3669尺 可是这个房子是没有泳池的 占地面积都是基本差不多的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其他的 比方说 这套33万多的 这套33万3的是已经卖掉了的 这个房子是有泳池的 所以跟我们今天看到这个Flip Home的 可比性可能更大一些 但是呢 这个房子面积比较小 这个房子的居住面积是 2623score feet 所以说面积上又更小一点 但是价格上是33万3千美金 所以基本上 从周边的价格来看 我们在系统当中可以看得到 估算的这个房子的价格 就是从最低的25万9到最高的35万7 当然这跟很多的状况或者是情况有关 那它的评估价格是27万7 但是评估价格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 因为评估价格只是政府缴税的 这样的一个价格 并不是没有说明的 并没有说明的意义 那Zalo上这些网站上给的价格呢 是在29万多至34万5 这样的一个区间当中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房子是一个wholesale 在卖的房子 这个房子是别人收购过来卖的 专门卖给短炒的 那现在25万5的标准是非常好的 估计25万5的价格拿不下来 可能会有很多人加价 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短炒的房子 如果您对休斯顿的这种房子感兴趣 欢迎在我微信关注我们 微博联系我们 我们是Gigi休斯顿地产团队 我是Gigi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